这位96岁的奶奶曾经死过 但又活了过来 不仅长出了黑头发 还长出了心牙 村民都曾参加过她的葬礼 而此刻她却在厨房做饭 看起来非常健康 她记得自己生病住院 但完全不记得 自己死而复生的经历 面对节目组的质疑 老人的女儿说 这一切都是真的 当时在医院里 母亲就停止了呼吸 我们连衣服和板板都为她准备好了 原来老太太之前突发心脏病 送到医院抢救后 医生也无能为力 于是就把老太太接回了家 万万没想到 在她停止呼吸三小时后 老太太突然开始咳嗽 慢慢地恢复了生命迹象 家人都感到很震惊 医生听说后 也感到很惊讶 不仅如此 死而复生的她 整个身体也发生了变化 首先就是视力变好了 穿针引线已经不用带老花镜了 而且后脑勺开始长出黑头发 皮肤也变得很光滑 连老年斑都消失了 见不住甚至忍不住伸手 感受了一下 但是你礼貌吗这样 女儿说她以前走路 必须要用拐杖 但是现在 不仅不需要拐杖 还能下地干活 更令节目组感到震惊的是 老太太竟然长出了心芽 为此节目组邀请了专家 专家看到后大跌眼镜 嗯 是真的大跌眼镜 虽然好像很难解释这种现象 但是看到老太太健健康康的 一家人都很开心 那最后就祝她 永远健康快乐吧 和老太太一样死而复生的 还有下面这只狗狗 这是一只从坟墓里爬出来的狗 在她死后的第五天 自己一拳一拐地爬回了家 主人看到她回来 头发都炸起来了 而且旺财后腿受了严重的伤 只能用前腿爬行 这一切要从五天前说起 那天主人在田里干活 旺财在马路上溜达 一个没注意 就被过往的车碾压了 当主人赶过来的时候 旺财已经奄奄一息 没一会儿 旺财就闭上了眼睛 停止了呼吸 主人非常伤心 然后邻居帮忙把旺财埋在了山上 但就在五天后 主人在院子里突然听到 医生熟悉的狗叫 刚开始他以为自己幻听了 没太在意 但随后他老公也听到了狗叫声 于是他们朝声音的方向搜寻 最后在房子附近的沟里发现了旺财 主人感到很不可思议 邻居也很内疚 毕竟是自己误以为旺财死了 才帮忙埋起来的 此时旺财的身体情况很差 宠物医生对他进行了全面检查 发现旺财后腿已经翡翠性骨折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是如何从半米深的坑里爬出来的 为此 节目组邀请了动物行为专家 专家分析后说 当时掩埋旺财的土壤颗粒很大 还混合着很多杂草 使得空气能够流通 这很利于他爬出坟墓 破土而出的旺财 就这样沿着回家的路 一点点爬行 最后爬到了家附近的沟里 沟里面的水 帮助他生存了4天 最终被主人在这里发现 随后 医生给旺财做了骨折手术 手术很成功 骨头都恢复了原位 那就希望旺财早日康复 勇敢狗狗不怕困难 他们都是经历过死亡的 而下面这位 是每天都会神秘消失 这个男人说他妈妈 每天晚上都会神秘消失 于是节目组趁白天 赶紧去见了他妈妈 原来是小狗的妈妈 主人说 每天晚上都看不到他 天亮了又会准时出现 主人只能再次把小白拴起来 问题是他一直被链子锁着 而且锁扣需要按压才能打开 小白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挣脱锁链的 开锁专家也说 这种锁扣只有人才可以打开 专家认为 是有人故意帮小白解开的 但是家里其他人都说 没有帮小白解开过锁链 没办法 节目组决定安装摄像机 全程拍摄 刚开始一切正常 时间来到半夜2点13 突然一阵声响 惊动了节目组 接着就发现小白已经消失了 狗窝里只剩下了狗宝宝 节目组赶紧查看录像 小白刚开始只是来回徘徊 突然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 锁扣就被打开了 接着小白就消失在漫漫黑夜里 为了解开谜团 节目组又邀请了动物专家 专家反复观看录像后 终于发现了问题 锁链是用一根电线制作的 当小白来回走动时 就会把锁链拧起来 利用巧劲 别开了锁扣 刚开始的时候 小白可能意外打开了一次 慢慢的 他就对开锁越来越熟练 毕竟没有困难的工作 只有勇敢的狗狗 现在问题又来了 小白为什么要选择晚上消失 专家通过分析后发现 原来小白消失 是为了来后院吃狗粮 专家表示 小白是个尽职的母亲 他知道 要想喂好孩子 自己就要保证营养 才会每天偷偷跑出来加餐 主人感到很内疚 决定以后在小白的狗粮里 再多加上一盒罐头 最后我还有个疑问 为什么小白的两个孩子 是不同的品种啊 知道的评论区说一下 好了我是月贝 关注我 他叫卧室的床头 就会传来一种诡异的声音 仔细听 把床移开后 没有任何发现 但是诡异的声音仍然存在 主人说声音主要有两种模式 有时候是哒哒哒哒 有时候是嘰嘰嘰 我记得只有德爷 才会发出嘰嘰嘰的怪叫啊 难不成里面住了个德爷 有时候主人拍一下床头 声音就会停止 主人认为里面住了个生物 而且刚买床的时候 并没有任何声音 声音是在两年后开始出现的 为此节目组找到了声音分析专家 专家分析后认为 这应该是某种生物移动时产生的声音 节目组还找来了专业的木工 木工说真的是奇怪 我没有听过这种声音 这不像是木头能发出来的 所以床头真的有某种生物吗 说再多也没用 直接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但是床头里面空空如也 没有发现任何生物 节目组决定继续拆解床头 随后把拆解的床头送到医院 做核磁共振 医生发现木板里面有一个白色物体 经过反复实验观察后 医生确定这就是一只三厘米长的虫子 而且还发现了虫子吃木头的痕迹 节目组聚开木头后 果然发现了一只白白胖胖的虫子 不一会儿又找到一只 你别说看着还挺可爱的 烤着吃一定很香 昆虫专家说 木头被捉成床之前 虫卵就已经存在了 之所以两年后开始出现声音 是因为当时环境温度比较适宜 虫卵就孵化了 孵化后就开始吃木头 诡异的声音也就出现了 至于主人说的两种声音模式 是他吃木头时的不同状态而已 至此真相大白 我觉得商家还是挺良心的 起码用的真的是实木材料 同样遭遇怪异事件的 还有下面这位小姐姐 他家的电视 总会无缘无故的自动打开 出门前关闭电视 回来就看到电视早已打开 尤其是在三更半夜 自己睡着觉就会被电视吵醒 客厅却一个人没有 想想都觉得可怕 主人说电视每天都会自动打开 而且没有任何规律 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三年前 那天他正在厨房洗碗 突然就听到了电视声音 刚开始他也没太在意 慢慢的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 他开始检查电视的各种设置 并没有设置自动开关机的时间 后来找售后换了一台电视 也还是会出现自动开机的情况 该不会是电视机自己想开电视吧 他当着节目组的面 关闭了电视 没一会儿 电视就自动打开了 及时取出遥控器电池 电视还是会自动打开 这就很不科学了 走进科学节目组决定请教专家 专家说 电视遥控器发出的信号是红外线 家里可能存在 能发出相同红外线的电器 才使得电视接收到信号就打开了 随后专家对家里所有电器展开探测 最后怀疑是电源插牌 但是把插牌断电后 还是检测出了 与电视遥控器相同的红外线信号 专家又尝试关闭无线路由器 紧接着 红外线信号就消失了 那说明问题就出在路由器上 但专家说并不是 路由器不会产生红外线 罪魁祸首是路由器的充电器 充电器长时间的使用 就会产生不必要的红外线 如果恰巧和遥控器红外线一样的话 电视接收到信号就会打开 果然 在拔掉充电器后 电视没再出现自动打开的现象 至此真相大白 这就是一种巧合而已 上面两个都是家电家具问题 但是下面这位大妈家里 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东西 她家里平白无故的 出现了一包牙齿 参差不齐 大约有20颗 看样子像是小孩子的牙 牙齿是大妈在厨房 整理厨柜时发现的 当时都吓懵逼了 牙医说这些都是小孩的乳牙 一个人平均就有20颗 看形状分析应该是同一个人的 节目组把牙医的分析结果 告诉了他们 大叔讲话了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根本就没有孩子 牙齿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家里 而且最近也没有人来过 大叔猜测 牙齿来自食品包装 因为他家的食品 买来就放在橱柜里 牙齿也是在橱柜发现的 但随后节目组发现了蹊跷 他家日历上10号这天 标注了行程式去看牙医 那会不会是大妈看牙医的时候 带回来的 自己却忘记了 大妈一口否认 节目组也不确定 大妈有没有健忘症 为了排除这种可能 节目组来到大妈的牙医诊所咨询 医生表示 来自看牙的儿童很少 所以不认为乳牙来自他们诊所 节目组还调取了诊所录像 发现大妈确实没拿诊所任何的东西 那牙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和大妈聊天中得知 这个房子是他们买的二手房 搬进来还不到一年 节目组瞬间醍醐灌顶 那会不会是之前户主孩子的牙齿 为此节目组通过房产中介 联系上了前房主 对方说乳牙就是自己孩子的 当时搬家忘记拿了 至此身相大白 一切又是虚惊一场 好了我是岳背 关注我 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嗓